女人或外情很正常,仅仅是因为上瘾吗? 听听三位女的不同的看法 当今生活环境,很多人说过结婚之后出轨 就像偷吃糖果一样 有了第一次,还想偷吃第二次 很多时候,女人走上出轨的道路之后,再也回不了头 你在大街上随便拉一个男人问一下 能任任自己妻子出轨吗? 所有人给出的答案就是离婚 当出轨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又觉得自己控制不住情绪,情不自禁 为什么女人如此的犹豫呢? 在出轨之前,女人的心思全部放在家庭上面 自己的丈夫也没有发现自己有任何的意外 这种情况算是非常好的 当女人出轨第一次之后,如果自己的老公发现不了 就不要再犯错了 明明知道自己错了 但女人内心里面控制不了自己 很多女人犯下错误之后,出轨一次 后面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吗? 看女人是怎么说的 1.刘女士,32岁 出轨第一次之后,肯定会有第二次的 就算是没有好的结果,将错就错 在她的身边有一个朋友跟自己的老公 结婚三年了 他们的孩子刚刚会走路 她已经跟公司的同事出轨了 当初说了这件事的时候 作为朋友,我劝她赶快断了联系 一定要把心放在家庭里面 你的孩子马上就要长大了 不要让自己的老公再伤心了 她这种做法让自己的老公 还有家庭、孩子都受到了伤害 后来她辞职了 去到另一家公司 后来她哭着跟我说 那个男的跟她联系的时候 她内心泛滥的时候 觉得自己爱上了另一个男人 他们之间发生了关系 要怎么做 是不是只能选择离婚了 碰到这种情况 我不想再安慰她了 她这样做是错的 并不值得原谅 作为她的朋友 我也明白 这个男人很可能只是跟她玩一玩 但我希望她能幸福 二、王女士 二十八岁 千万不要出轨 很容易毁了女人的一生 很多女人都选择了出轨 但安然无恙 但又有几个人呢 大多数都是被自己的丈夫赶出家门 没有任何的名誉 跟自己的孩子也不能生活在一起 女人千万不要走上这条路 婚外情能够让人上瘾 很多女人都想找到刺激感 画画画样 但最终都让自己无法自拔 沉迷其中 让自己受到伤害 三、贾女士 三十五岁 想回归家庭 不可能了 出轨容易上瘾 在她眼里面 女人有婚外情 很正常 最后会爱上其他男人 也是有可能的 而慢慢的 对自己的丈夫的爱 消失了 女人出轨之后 会容易上瘾 当女人出轨一次之后 她没有办法 用全部的真心 对待自己的老公 在自己丈夫面前 她也没有以前 那种包容心和耐心 对自己的丈夫 在生活中 多了很多的抱怨 以及嫌弃 女人是感性动物 没有了爱 她们很难让自己 回归家庭 觉得一辈子很短 一定要让自己疯狂一次 所以很容易 女人选择了出轨 到出轨之后 她们很担心 自己遭到损失 丈夫离婚 家庭破灭 大部分女人 选择出轨之后 都可以瞒着自己的丈夫 这种女人 尊重还是会失去家庭 作为女人 一定要懂得矜持 懂得责任 自己的肩膀上面 有了家庭 有了老公 有了孩子 绝对不要有婚外情 当有第一次之后 一定会有第二次 人性就是如此 真的被发现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晚了 你们是怎么看待女人 输轨的呢 能够原谅吗 可以遭送自炷的原因 好吗 favour